Hello, 歡迎大家, 又來到鬆仔鬆太戀咖啡啦 明天我會去正野冰室負責吃刺身 但我不知道為什麼有人說, 如果把我昨天的影片較快來播放的話 他就聽到鬆仔明天去紋身 然後還要紋個刺身 聽到我有點一頭無水 大家不要搞錯, 我明天不是去紋身, OK? 我是吃刺身, 不是, 這邊是飯, 這邊是一條三文魚 中間有鼻歌鼻膽的位置, 是芥末便, 沒錯 據我所知, 明天是有得賣的, 不只是看我吃, OK? 你去到是可以買的, 而且他說那些魚是非一般我們見到的刺身魚 即是那些是很大條的, 一舉起, 可以扯起, 那麼大條的 我不知道, 我未見過實物, 明天才知道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都可以去現場看看 我亦都會做一個直播, 所以大家可以在鏡頭面前 看看我如何聞到芥末上鼻孔那裡 今天有幾單新聞要跟大家說, 其中有些很誇張的 那究竟是什麼呢? 事不宜遲, 馬上去片 Hello, 大家好, 又是我鬆仔仔 又是我鬆仔仔 不是啊, 我才是鬆仔仔 哎呀, 你是鬆仔仔仔 哎呀, 我被你教得很暖 其實這個頻道是說什麼的? 我記得蛇都是暖的 那這個頻道是叫鬆仔暖的什麼 好, 那今天第一單新聞呢, 我想說的就是 這個問題呢, 我想我們香港人可能不是太熟悉 怎樣去討論, 或者是怎樣去思考這個問題 但是因為呢, 你知道英國是一個多元社會 就是我們現在有很多LGBT group Transgender 也有很多人權組織 就是英國那個社會的生活圈子很廣泛 就是權利來講, 就不是說只是說話的自由 投票的自由, 還有很多其他的自由 變性的自由, 同性戀結婚的自由 有很多不同種類 那今天想說這個話題就是 我們香港人比較少接觸 就是一單新聞 那這單新聞呢, 就引起了英國人加蘇格蘭 有一個高度關注 那現在大家都沒有什麼一個實際的結論 是應該怎樣處理 雖然蘇格蘭已經決定了怎樣去處理它 但是, 外面那個爭議是很大的 那就是怎樣呢? 就是話說在蘇格蘭呢, 就有一個男性 那是男人來的 天生是男人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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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呢, 他就在幾年前呢 就犯下這個強姦罪 就是強姦了幾位女性 就是犯了一兩次 就是不止一次的 是 幾次的強姦 那現在就要判她去坐牢 但是一判她去坐牢的時間呢 她就變成了性 她就變成一個女性 那個問題就來了 那究竟她是一個男性的罪犯呢? 還是一個女性的罪犯呢? 大家如果有略略看過新聞都知道呢 蘇格蘭呢, 前幾個星期是想過過 一條法案 就是想希望這個 transgender的人呢 就在16歲的時候呢 就已經可以自己去更改 她出生子上面的性別這樣 好像是這樣 我記得就是這樣 我記憶中就是這樣 但是因為蘇格蘭 每次pass這些法案 其實都要經過英格蘭這一邊 是同意 就是她這一邊說OK啦 你可以pass這條法例啦 這樣才可以生效的 但是英國就block了她 就是英國這一邊就不同意 那就引起蘇格蘭很大的迴響 就等於好像當年脫歐公投那樣 蘇格蘭是很不想脫歐的 英格蘭這一邊就很想脫歐的 所以蘇格蘭那邊就很不滿意了 為什麼你這一邊脫歐 要把我們拿下水呢? 同樣道理 他們那邊是對這個 transgender 或者是同性戀這一邊呢 是較為開放一點點 他們覺得那個權益是應該要爭取的 所以那邊呢 被英格蘭這一邊block了之後呢 就是central government block了之後呢 他們也是很不滿意了 但是很ironically諷刺地 就是他現在竟然出了這一宗 出了這一宗這樣的新聞 出了這一宗這樣的新聞 那就是 有人就 就是本來 就是想著判他呢 是進去一個 一個全女性的監獄 好像說蘇格蘭那一個是這樣的監獄的人 因為theoretically她是女人來的 對 因為她已經變了性了 對 她已經改變了她的性別 就成為了一個女性 但是錯了 但是就很害怕了 就引起了很大的迴響 說喂大哥 你說你犯偷東西 打架 藏械 傷人 都說 你現在是犯 對 還要你是強姦女性 你再放她進去一個 即你是把一個 強姦女性的強姦犯 我不管她什麼性別 現在 說知道她是異形也好 是啊 強姦女性的強姦犯 放在一個只有女性住的地方 但是另外一個問題就是 她已經變成一個女人 你又放她進一個男人的監獄 沒錯 矛盾位就在這裏 但是你放在一個男人的監獄上 就正如是把一個女性 放在一個男人的監獄上 放在一個男人的監獄上 那這件事又不合邏輯 然後就卡在中間 單獨層 不想不下 我覺得可能她要單獨臭層 是的 而現在最新的報導 就是蘇格蘭那邊 決定了 就不會放她進去 這個全女性的監獄 但是她說 她沒有說放她進去男性 是的 她說得很隱悔 她說我不會放她進去 全女性的監獄 但是還沒告訴我們 她究竟放她在哪裏 即是現在的矛盾就是在這裏 我不知道她應該怎樣處理 多個監獄出來 但是有很多不同的意見 也有很多她那邊的NP 就出來強烈反對 放她進去這個女性監獄 當然啦 一定要啦 因為這個是 就是我不知道大家怎樣看 就是我很想知道大家 香港人對這一件事物 真的比較新鮮的 對我們來說 我們很少去討論 可能我們華人始終那個傳統 都是比較內斂一些 保守一些 很少會將這些東西 這麼explicitly出來公開討論 有好有不好啦 就是不好處就是 他們的權益得不到保障啦 嗯 但是那個問題是 當現在真的發生這件事 因為現在我們住的地方就是英國 是啊 那這件事在英國發生的 嗯嗯 那這些case就不會只有一單半單 不會 那究竟她將會是怎樣去處理呢 大家覺得 即是我想知道香港人 覺得應該 她是擺在一個 男性的監獄啦 還是擺在一個女性的監獄呢 那不妨呢 那不妨呢 在我comment section那裏留言告訴我 還有最好呢 告訴我 你覺得 為什麼這樣做 那個原因是什麼 因為我覺得 都挺有趣的 這個討論是 慢著慢著 是 她究竟是被人發現了她是強姦人 所以她是變性做女人啦 還是她 未被人發現之前 就已經變成了女人的 那根據報道呢 她是在2016年 和2019年先後都有強姦人的 那她在強姦的時間呢 她是這樣的 她是叫做Adam 是這樣的 OK 那但是呢 到 開庭審訊的途中呢 她就變成了這樣的 的途中啊 途中 途中 即是她被人捉那時候 還不是這樣的 是啊 還不是的 總之途中就變成這樣 那她說她自己呢 四歲已經知道自己是一個 應該是做一個女性的 但是就到29歲她才決定是做一個女性 OK 但是呢她犯這個案的時間呢 她是未 一個男性 是的 她未declare自己是一個女性 所以是非常之複雜和混亂 那不知道大家又覺得應該是怎樣呢 她開了心之後才變成女人啊 那她是不是真的想逃避這個現實啊 即是她不想去男人監獄 她反正都坐牢了 不如去女人監獄吧 都有可能 因為那個transgender bill 是最近才被block的嘛 是的 可能她就是看準這個時機 你去追蹤這個機會 不如去追蹤一追蹤 可能真的單車變魔托 嘩 入到她還不天堂 但是這個你沒有辦法知道 你無從得知 但問題是如果她 現在顯出來的問題是什麼呢 就是如果這條標真的過了 又或者你那個transgender的權益 是擴大了的話 嗯 那原來是有機會是侵害到女性的權益 是的 那你知道在西歐的國家 現在女權也是一樣很重視的話題 也是很需要保障的東西 那當你女權和這個變性人的人權 有互相有衝突的時間 就演變成現在這個混局了 好了 那第二宗新聞呢 也是一宗在我的群組裡面 這兩天不斷傳來傳去 然後在Facebook又看到很多人說的 嗯 除了我之前說的那宗 輕生少女的那宗之外 這一宗就是第二宗 很多人說的 那就是話說呢 有一個女孩子 就在O2 Academy Bermingham的O2 Academy 看演唱會 OK 那她開車去的 那她在停車場拍下車 正常啊 但是她走回去 找回車的時間 她就發覺車看上去怪怪的 因為你停車場比較昏暗 那些燈光也不太光 不太知道自己的車是什麼樣子 但是走過去之後呢 她就發現了一個恐怖的一幕 就是這樣 她的車呢 是整個前面的東西是不見了的 那包括她那個前泵把 她那個引擎 她裡面的零件 大家可以看真點 其實只有這樣 引擎好像還在這裡 引擎蓋不見了 車頭蓋也不見了 OK 然後門應該沒有被打開 她只是前面 前面那一部分 她能拆的東西都被人拆走了 哦 但是你不要以為這輛是什麼貴車 她這輛只是一輛Sitchon C1 OK Sitchon C1 就算全新買 我相信都是二十多頂盡 二十多元 二十多元 C1 C1 應該是跟Mini Cooper差不多級數的東西 差不多 十六至二十二千 應該是最合理的水平 但是她這輛車還在供 她說要供到三十歲那年才供 我不知道她現在幾歲 28歲 現在供兩年而已 不太久 沒有了一個學的車 但是這輛車是沒有了一個學 她原本想著 通常偷車都是偷一些比較昂貴的車 誰說你偷車不如偷整輛車 你不要只偷一份 是啊 你不如整輛拿去會不會好些 因為她這樣不偷不水很難搞 是啊 那你拿去營梳公司去談保險的時間 她究竟是當是把你劏了 還是把你還原的車 你還原了車給你的話 那輛車就是CAT了 那輛車裡面的零件全部都不是原裝的 就算是原裝 是重新再後期加上去的 我不知道這個會不會CAT一輛車 因為CAT是要撞了損毀 要撞了損毀 但問題就是 她拆不是professionally拆下來的 又是 所以其實都是當是一個damage 我覺得 因為如果你站在一個現疏公司的立場 是啊 她應該會當是damage 她應該賠給你更好 是啊 但是如果她弄給你的話 你的車是不值錢的 還要你是供的 還要供多兩年 還要供的 頭三年就會消失的 那你再加上你的車 這樣被人玩完一輪 你再還原賣出去 你又不見多二三十個巴仙 那加起來就很急 還有保費要貴呢 是啊 這些簡直完全是無妄之災 就是一般想著呢 偷的通常都是 Land Rover 保馬 Audi Benz 再下來 打下來就會是一個 Ford Focus Fiesta Land Rover說了 Fiesta Focus是最多 波子不會的 波子不偷的 英國 不是不偷的 就是少很多的 據我所知 我也有幾個朋友 是出波子 是貪他真的沒有什麼人偷 因為市場上的demand細 小人撞 小人撞 反而市場這些呢 其實一般來說都不算多的 那阿維 可能現在街上比較多 是啊 那 我不是性別歧視 我只是說事實而已 一般來說 駛市場C1的呢 都是女性 較為多是女性 但是 大家自己都知道的 就是女性上公路開車 有時是會 發生一些小碰撞 是稍為多一點點 不要打我 那是會多一點點的 這個是真的 那不是男人都會的 是吧 但是如果是一個 市場C1裡面發生以外呢 我個人認為 我沒有看數據 OK了 我個人認為呢 男性的機會較為低一點 因為男性很少會開市場C1 所以可能就是因為比較多人 蝦蝦碰碰這些車 那他就要偷那些零件 去搞回去 那個人是在購物 你看到前泵把 這個適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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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車頭蓋前泵把 還不是撞車要維修的 沒錯 對了 所以現在坊間 因為有很多chop shop 我當年的車 都是這樣的結局 就是被人偷了 大部分的時間 我不知道他去哪裏 要不就是 警察直接上貨櫃 就運去 那些東非呀 西非呀 非洲 那些非洲國家 就會拿去買的 另外其次的呢 就是會拿去chop shop 斬件 跟你 劈開門還門 引擎還引擎 車頭蓋還車頭蓋 然後就跟其他車維修 就用一些便宜的價錢去維修 甚至乎 保險公司就是幕後 是有份去買這些維修的買家 因為他要便宜去維修回車 再拿回車去 auction 賣 然後呢 他為了便宜 所以就用了這些chop shop的零件 當然啦 他不會說自己用這些 他可以跟一些所謂legitimate的公司 但是結局呢 可能都是來自於這些地方 我覺得呢 這一種這樣的偷車的模式 是更難搞過整架車被人偷 因為如果你整架車被人偷 你都可以裝Tracker 裝GPS 可以追蹤 即是你都有機會賺得 但是你這樣偷法呢 你偷一點不偷一點 不整又不是 對啦 整又不是 而且 只要他一偷了 就算你找回一些東西 又如何呢 你找回一些東西 你都已經是虧錢的 即時虧錢 他只要打開你的車 就虧錢 還有一個問題是 你沒有得防 即他又不是 車你都說鎖著一個鈕盆 鎖著一個輪子 他又不是用那些機器呢 去測你的事在哪裏 是啊 他又不是去叫開你的車 去嘗試擦著你的車拿走 是啊 他又不是叫開你的門 他去叫一些 你根本不用鎖的東西 根本沒有人會鎖 即是怎樣呢 以後我的泵飽 以後我的泵飽 鎖一條鏈 哈哈 顧著他 現在笑到沒有聲音 即是圍著人 找這條鐵鏈鎖著他 是 還有你說 我避免 我不住在那區 行不行 沒用的 那難道你的車 你不鎖出去嗎 當然有 一天你鎖出去的地方 可能成為熱點 是完全不能避 這樣避無可避 你怎麼知道 他在哪裏賺食 你不可能知道 難道我不鎖出去 如果知道就好了 這個我覺得很頭痛 即是 我在剛剛說 防偷車的一些 一些case 或者一些用品的時間 我那時說 有些車是會被人 織起去偷四個輪子 有的 但是罕見的 但現在不是 現在又流行 即是 之前就偷那個CAT 現在CAT都不偷 直接是偷泵飽 這個車頭錦 這個真的很難搞 我覺得 暫時呢 我都未想到 有什麼方法 可以去避免 或者解決 或者大家可以 集思廣益 即是 你如果想到 一些idea 不妨都在 comment section 告訴我 如果有用的 我可以再拍 其他片的時候 去提議大家 去做那件事 希望可以幫助到大家 甚至乎 可能我自己都需要 你怎麼知道會不會發生在你身上 你完全不能預防 暫時來說 我想不到一個方法 可以去預防這件事 不過警察 都不是沒有做事的 警察 在去年已經打擊了超過一百個 這些偷車集團 我不知道是整個集團 連根拔 還是捉了一些小竹 沒有詳細交代 但我覺得 其實你只捉一些小竹 都沒有用 你要捉幕後 去收集 收集這些零件 那些地方 譬如那些chop shop 即是要將它連根拔起 這樣才稍微有些成效 譬如好像towcat 那樣 towcat 為什麼會做到現在 這麼普遍 經常都會發生呢 原因是 裡面那些金屬 是很容易賣得出去 他們容易到一個地步 是根本不用拿去裡面的金屬出來買 可以直接整個 就拿去那些收買佬 收買佬是可以 合法地 就將這一條東西回收的 沒有法例去監管說 他見到有一條cat 他不可以收 總之你沒有 對 任何人show up 我有條cat賣給你 他都可以收 no questions asked no questions asked 也都沒有任何法例 阻止他不讓他買的 這個問題就是這裡 因為有一個 demand 有一個需求在這裡 那自然就要有 supply 是不是 其實其他國家都有這一類型的問題 據我所知 我也是聽人說的 就說 加拿大曾經 是出現過大規模 這些towcat的問題 但是當地政府 就立了法例 就不讓這些金屬 進行交易 除非你有牌 否則你不能夠回收 也不能夠提煉 這樣就立即將 就立即將 就將那個數字 那個罪愛數字 大大降低 為什麼我們不行 這個問題就要問政府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沒有做到 但是如果他在這一方面 有加強一個管理的話 我相信 偷cat的問題 是可以差不多跟著的 應該 好了 第三單新聞 我看完照片 真的嚇一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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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開玩笑 最近有一個新的 這個新建設計 好像是Bovish Home 是 就在這個 Werlingbrough 就在 Northampton 的右上角 Northampton 就在 East Midland 那邊 就是中部的 他的右上角 有一個鎮仔 就有一些新樓 我不知道有沒有香港人 住在那個新樓區 因為你知道 凡是新樓區 都總是有些香港人 是的 如果你是住在那裡 我也想聽一下 你在那裡 實際的情況是怎樣 因為呢 最近就說 那個 地下有些水渠 就是有些排泄渠 那些渠 是 就有洩漏 有漏 是 即是爆屎渠 是 即是爆屎渠 爆屎 是的 那就要維修 但是呢 他就維修不及 但是整個地下的人 都要 那些泡泡泡 那泡泡怎麼搞呢 那他就做了一個暫時性 暫時性的方案 那是怎樣 滑個洞 是 他將那條屎渠 在外面 這樣 起發 那麼脆子 是的 我這條屎渠 很大條 很粗 那 終於 終於 我說不出話 你看看這個 哇 好像混油管 那樣 但是後面有新樓 很搞笑 不是 那些人說 他簡直是在你家門口 你見到嗎 是啊 他說那些送貨的人 是找不到方法 進去你屋那裡送貨 爬過去 不是 你都爬不到 你看到有些大閘 閘住那條管 那你哪裏有位 進去的那些 development 是很恐怖 只是一條煉油管 在你外面 但是那些不是混油 是混屎 然後另外還有一張 高空拍攝的一張照 是這樣的 你看看 好像在建鐵路 你不知道要在建高鐵 只有一條海面隧道 那樣 有這麼大的問題 可以整個系統都要建出來嗎 那 我真的沒見過 我從來沒見過這些東西 我看完我真的下一條 那 大家都以為他是臨時的 是不是 不是的 不是 他是臨時的 但他已經臨時了12個月 是12個月 有些人說他搬進去那一下 他就已經在他家前面 直到現在一年之後 他都還在家前面 那我不知道他的房子 是怎麼賣的 還是怎樣 你很難去看示範單位 你看到你都不會想住 你進去 咦? 門口為甚麼是這樣的 這個呢 我覺得如果你沒有去親身 所以那些人在隔山買 完全沒有去看過 site 那些真的超危險 你想想你如果 他給你一個圖 是的 他給你一個圖 他根本不會有那樣東西 你的文件裏面都不會說有那樣東西 因為那樣是臨時的 他不是說 臨時 他不是說申請了planning permission 要建一條這樣的管 在你那裏永久性 他不是 他是說因為他有一些 leak 那麼他水公司在別無他法底下 別無他法底下 他就要建一條這樣的管來接駁 就去疏渡那些排泄物這樣 那但是這件事是臨時 但是他臨時到何時呢 這個才是一個問題 多久叫臨時呢 但現在的地區那邊 和水公司都還沒有答案 那我很想知道 有沒有香港人是住在這個 site 如果你真的這麼不幸 你門口就是有這條超巨型史距的話 我都想聽一下 我都想聽一下你們現在日常生活 是不是遇到很大的問題 還有我相信那條東西應該是臭的 應該是會發出異味 怎麼都應該有些味 屎渠 怎麼可能沒有味 這麼多膠 還要這麼長一條 是很誇張的 我真的想像不到我住在那個地區 我想我應該是會瘋了 但問題是你沒有辦法投訴 現在不是沒有人知道這件事 大家都知道 是瘋狂被人在投訴 但是他都處理不到 那你又不能去告他 我想知道 如果是Bovies Home 會不會有賠償呢 但是他的賠償從哪裡來呢 是由水公司來 還是由地區來呢 只是這個問題也想死你 就是很難去解決 我覺得有賠償的機會很低 還有他現在已經在這麼久 事實上是會影響我們生活全方位 還有現在冬天都還好 你想想如果去到夏天 就是一個大睡光在你家門口 你還要是有熱 然後又加上那些味 我不知道有沒有味 我真的想知道 如果住在那裡 是不是真的有很大的味 看看門口出 一打開門 你看到那條屎渠 我完全想像不到怎樣住在那裡 你想想你倒垃圾你也倒不了 你想想那條屎渠 就在你家門口 那你怎樣拉垃圾桶出來 那些垃圾車怎樣倒 那他就要繞過一個大圈才能拿到垃圾桶 還是你放在他外面 放在外面就被人撞爛 被風吹 整件事是不可以的 如果比罩我是住在這個地方 那一打開門我可能會暈倒 希望可以有賠償 但不知道是誰賠 就是發展商賠 還是那個水公司賠 這個無從得知 真的很難搞 你想想是不是 好 接下來的這段新聞 就跟這個溝場有些關係 是的 那就是 大家都知道 香港的朋友來英國 通常都會遇到一個挑戰 就是怎樣跟倫理打好關係 是的 但原來英國人都有這個問題 這不是香港人來到這裡 文化差異 所以就有這個跟倫理溝通上 協調上可能會有一些出入 而導致一些磨擦或者一些爭執 但原來英國人本身自己 都有遇到一些問題 甚至乎這一對夫婦遇到這個問題 他們是無助到一個地步 他們要上去網上 在網上 那裏 問一下其他的地方 有沒有一些比較建設性的意見 可以提供給他們 因為他們遇到一個 都比較野蠻的個案 而且他們不知道怎樣處理 話說這對夫婦呢 就住在一些公室那裏 那裏 他旁邊屋呢 就住了一個單身媽媽 就好像帶著子女那樣 那有一天呢 因為這個單身媽媽 跟他們一直都有打招呼 很客氣 很nice 但其實大家就不是特別熟 亦都沒有怎樣 high by 就是high by鄰居 但就nice的 他強調是nice的 那有一天呢 就這位鄰居 這個單身媽媽呢 就走過來跟這對夫婦說 不好意思啊 我就要去旅行 就要離開差不多一個月 但是呢 你可不可以幫我看一看這間屋 因為呢 那間屋裏面有個雪櫃 那他呢 就有時 試過一兩次就 跳跳 就是停電 那樣 可能怕一些東西壞 各樣東西 那他說 你可不可以幫我留意一下 那這對夫婦說 OK啊 沒問題啊 就交了一條鎖匙給他 他說 夠不夠過去看看 那樣 如是者就過了兩三個星期 那這個事主 是有去看過一次的 那OK 沒問題啊 那些東西都在那裡 很正常 那但是呢 看完一次之後 就過了兩三個星期 就到這個媽媽呢 就差不多回來之前 她才想起 哎呀死了 忘了去檢查 忘了去檢查 當時呢 在這個媽媽去放假 度假的時間 她自己就患了一些病 嗯 那他就跟他老婆很疲於奔命地去尋求治療的方法 就是有些很重要的自己要去煩 是 就忘了看這個媽媽的房子 忘了幫她開房子 嗯嗯嗯 那他進去看了 他看到房子一打開 哎呀死了 雪櫃壞了 真的壞了 但是呢 雪櫃裡面全部都是食物 是 還要那些食物全部都是爛了 惡臭 好像腐屍那樣的味道 流了水 發了污 總之你想到有多恐怖 就有多恐怖 是 總之一個擺了三個幾星期 沒有動過的雪櫃可想而知 是有多恐怖 裡面的東西都爛了 是 那他就跟這個單親媽媽說 打電話去跟她說 哎呀不好意思 我忘了去看 不過呢 真是這麼不幸 你的雪櫃裡面的東西都爛了 嗯 接著那個媽媽呢 就很生氣了 就說 有沒有搞錯啊 我明明叫了你去看 你就答應了去看 你都不做到這件事 現在裡面是爛了 那我不理你啊 你給我清掉那個雪櫃先啊 我不想回來 聞到很臭啊 我受不了的 這樣 那家屋是他的 是啊 但是接著那個男士主呢 就說 我不如這樣吧 你回來的時候 我幫你一起清啊 嗯 接著那個女護主說 不行 你答應了我幫我看的嘛 你當然要幫我負責的啦 你跟我找人來清啊 你自己清不到的 你找人來清啊 這樣 那他還跑去叫價錢啊 他說要百多磅喔 這樣 接著那個女人是 expect 他給那百多磅 有多少東西在啊 要百多磅 是啊 所以這對夫婦呢 就覺得很無奈 很無助 是啊 他們就上網問 就是覺得 啊我答應了人做這件事 但我做不到 的確是我不對 是啊 但是 有些什麼人會離開這家屋整個月 但是都會放滿食物在自己家裡 這個是我第一個問題 你都知道自己去旅行 然後把責任交了給你的鄰居呢 那都算了 還要是 他要求他幫他清潔 之後 抹乾淨的雪櫃 才讓他回來 是啊 那他就說 我就沒有這樣做到 那我現在呢 我就不理他 任由他 任由他算數 但是他自己的內心 就覺得不安 就是覺得始終自己有責任 嗯 那我究竟 覺得自己就這樣走過去 有沒有做錯呢 嗯 那上網呢 就有很多不同的意見 嗯 那大部分都支持他的 說他是 就是沒有說做 沒有什麼大問題 你 大哥 那家屋是他的嘛 他自己都不負責 沒有理由 期待你負責 沒有給你錢 他沒有交代到 如果那個雪櫃壞了 那裡面的食物是怎樣 你叫我吃光 他是沒有交代到 我幫你弄歪 報紙是沒有說這件事的 是啊 那如果大家又遇到這些情況 會怎樣 因為我覺得 不幫人看 不出奇 但是你又怎樣去處理那件事呢 比如有人這樣走來問你 嗯 聽下去好像是舉手之勞 是啊 但是你怎樣去拒絕他呢 是吧 這個也是一個技巧來的 是 還有是 就是 你看得出 英國人 如果他一旦接受了 這個責任的話 那無論他有沒有 複裕到都好 那他都會覺得 某程度上 他是有這個 responsibility 是 因為鄰居很明顯 都是比較好的好人 是啊 但是他又應該怎樣去處理呢 因為如果他就這樣走去 他跟隔離谷的關係 就會惡化了 就會大家面阻阻了 所以呢 一個非常之敏感 還有要很小心處理的問題 我不知道大家覺得 就是這一位 就這樣不顧疑 他走了去的這對夫婦 又在這一方面 有沒有任何的錯 嗯 還有如果你是這個事主的話 你會怎樣去拒絕他的請求呢 又或者 在當件事真的不幸運發生了 你接受了這個request 但是件事又發生了 給了是你 你又會怎樣處理呢 那我也很有興趣想知道 不妨大家在comment section留言告訴我 宋太你又會怎樣做呢 我會不看 不我也有幫人看房子的 就是說我不會幫人看雪櫃 但是我以前家對面的鄰居 嗯 他們是黑人來的 他經常回去倩巴布園 就是進巴布園 噢是啊 他經常去 那他回去呢 就會叫我幫他看著他的車 是啊 那如果我回香港呢 我就會叫他幫我看著車 但是他沒有叫我們進去他的家裡 不會的不會的 通常一般我們都沒有進去他的家裡 就是幫他裝一下 就是告訴你我不在了 如果有什麼動動的話 你就告訴我吧 但是很老實跟你說 這件事是沒有什麼意思的 就是 因為就算他看到又如何呢 是不會做到任何事情 還有其實 老實說是有沒有看到 是沒有人會知道的 就是你沒事就沒事了 有事就有事 就是叫鄰居幫你開房子呢 其實這個是 某程度上我覺得有少少多餘 除非你跟他很熟的 是啊 譬如那些香港人村那些呢 那就難說一點 那你真的給人鎖匙 是啊 那些就很難說一點 但是問題是如果你說 就這樣普通的鄰居 high buy的鄰居 就是開房子這些 其實真的叫做禮貌上 好啊 應酬一下吧 這樣 好啦 今集的時間呢 去到這裡差不多了 如果大家喜歡看我們的影片 記得like share subscribe 按一下鐘仔 那就知道我們下次幾時出片了 明天同一個時間再和大家見 拜拜